不是真的有把这些资料 送到国外的国安单位 如果有你就承认 你就辞职 前凯军事立部顾问郭喜 继续痛批立委马文君卖国 尽管前一天30号 马文君以场先前往南投地检树 提告加重诽谤 马文君把所有那些机敏资料 送出去的那我已经前面加两个字 那是机密跟敏感的资料 有很多都是这些来帮助我们 国家建造潜见的朋友的个资 你要进行法律诉讼 我完全配合 郭喜没再怕愿与马文君对付公堂 2019年在国防外交委员会的马文君 以潜见原型件西部设计 恐无法如期获得为由 提案冻结50亿元预算 甚至被踢爆多次抄写资料 还在秘密会议中拒签保密协议 我们看到潜见国造的预算 在审查的时候 就有栏尾不断的拿纸笔 在进行抄写 把我们这些非常机密的资料 把它带出会场外 受到斥责之后 仍然也不在乎 那马文君委员虽然 昨天下午有去提告 但是对于大家的疑议 还是没有办法说清楚 为什么不断的背革国防预算 尤其是关于台湾安全 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潜见国造预算 没有把机密的资料带出来 我们看到很多潜见的资讯 从马文君口中讲出来的 到底有哪些 而其中抄写的资料抄的又是什么 立委邻居县质疑 难道有牵涉到潜见声纹曝光风险等机密资讯吗 要马文君说清楚讲明白 还说潜见国造只是业力引爆而已 陆海空三军 仍有两军种故事 还没说完 其实本来是明年 预计明年五月才要下水 结果你硬要在今年九月二十八号下水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过去国会党前进预算 到如今对海坤号嘲讽 马文君的种种质疑 依旧备受争议 近新闻谢谢石右伟采访报道